那個日期部分 那修正日期寫的方法也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先寫一個sab 裡面寫個回圈就ok了 那回圈裡面的話不外乎就把 什麼我們的資料裡面的前四個字 接一個斜線 然後在mid在right 全部把它串完之後 丟給a 它原來的儲存格這樣ok了 要跑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最下面一列是追蹤嘛 ok 因為每一次的匯率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 那最後記得呢 再加一個autofit 什麼叫autofit 就是藍寬 因為我加兩個斜線 它會藍寬變多兩個東西 它有著藍寬不足 會變很多的緊緻號 緊緻號很多表示藍寬不足 所以呢我就讓它自動調整一下藍寬 好 那把這一段程式把它加在哪裡呢 我就把它加在我的程式裡面 這樣就ok了 不過我建議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重寫啦 我就直接先拿來用 那我建議各位 自己可以怎麼樣 把它delete掉 自己重寫啦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把 有些東西之前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拿來用好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最後的話呢 這個邏輯都一樣嘛 有沒有 laps mid跟right 中間呢 串那個斜線 那只是不一樣的地方是and的符號喔 在VBA前後一定要空白啦 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應該都一樣 好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通通變變成有斜線的狀態了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修正日期的這個sub 把它放到哪裡呢 下載資料 其實學VBA啦 其實學VBA不學沒關係 大概就是沒效率而已 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你 你自己不煩 我都覺得 我希望你進步一下吧 ok 現在很多職場上很多人就不會 但不會 你怎麼辦呢 你也不可能說 我教你 教不完 因為每個地方都要教 對不對 他如果哪一天突然自己想學的話 他就自己會學會 真的就用對方法 很快就事情做完了 所以啊 你看一下 這邊把它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執行一下 重新抓資料 這個錯誤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 再跳到哪裡呢 修正這邊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 這個一個個把它修正 修正修正 欸 那就又跳回去 那就完成修正日期的動作了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ok 這樣應該是好辦法 對 記得要學起來 真的 那還滿誠心的推薦 因為 很多事情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就是你願不願 花時間去了解而已 對 像最近那個 疫情解封之後 大家 瘋了出國嘛 那最近我下個月也 也暑假了 也準備月威預示 之前回來要訂機票 大家一看哇 怎麼這麼貴 好貴 現在開始 好合理喔 現在一萬塊不到就可以 日本了 ok 當然你可以去找很多方法啦 就是說你可以去推估 哪一天出國比較便宜 哪一天出國回來比較便宜 那你當然兩個也不一定是最便宜啦 也要看你的時間 如果match的話就ok了 我看一下哇 還滿好的耶 當然有地方飛比較貴啦 我發現現在可能大部分人去大阪的滿多了 因為去大阪都滿貴的 所以那邊我就暫時不要去了 我就去人少一點的 因為剛好夏天 對啊 我希望去北方一點的 所以我就去東北好了 所以後來看一下 因為我滿常去仙台的 因為仙台好像 那個 虎航好像有飛 而且 他還有促銷啊 因為沒人去吧 我在想 剛好 然後仙台其實 到東京其實也不遠啦 一個半小時而已 ok 一個半小時是新幹線啦 那剛好因為外國人有優惠那個 有一個Jap Pass有沒有 Jap Pass太好了 那買了 反正一個半小時 我都住仙台嘛 我一個半小時就到 到東京嘛 然後逛一逛回來再一個半小時 車上喔 還可以把它當居酒屋嘛 買一買東西 車上可以慢慢享用 然後聽個音樂 看個書 睡個覺 醒來 又是聖龍火湖了 繼續還可以再繼續逛第二輪 因為之前我們都這樣玩啦 所以 現在也是一樣 然後盡量就住 離那個車站越近越好 所以上一次我們去的時候 乾脆就住在那個車站裡面 有沒有 直接就走幾步路 就上新幹線了 之前是去北路啦 去那個 去看那個 那個什麼 去那個看那個房子 那個什麼 白川鄉那個 就草屋那個 可是也是夏天去 後來就疫情就 就來了就沒辦法去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做完之後就可以畫 畫圖的話一樣喔 把這兩個選起來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 一樣插入折線圖之後 你會發現 剛剛的問題會不會存在 完全不存在 有沒有看到 那圖就畫出來了 而且我跟各位講喔 畫圖部分喔 如果你跟Python比的話 絕對還是比Python 還要漂亮許多 因為Python畫出來的圖 真的是醜醜的 不好看 但VBA這個 Essal裡面畫的圖 真的相對好看一些 另外呢 在VBA裡面畫圖 真的只要兩行程式就好了 你說老師 那我不會畫圖耶 之前還有教過嘛 有沒有 沒有一個範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畫個圖很簡單 第一個喔 你入試喔 直接把剛剛的動作做一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要放 到M1這裡 那寬跟高我要調的話 沒關係 再加四個參數就好了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要放哪裡 再加 它的坐標位置 跟寬跟高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的話 很簡單喔 比如說我今天要錄製喔 你不用 先不用管它的位置 跟它的寬跟高 這個後面再補就好了 因為如果你自己錄下來的話 那個程式太 太隆長 而且容易出錯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首先一樣把範圍選好 然後錄製聚集 聚集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做 美元折線圖好了 美元的折線圖 OK 好 這樣喔 那接下來喔 反正你先選好沒關係 因為這個範圍喔 它將來會幫你帶到那個 你的這個程式裡面 所以先選好 然後錄製 按確定喔 那接下來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插入這個折線圖就好了 這個有沒有 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好 那完成了 再來 開發人員有沒有 停止錄次 OK了 那你說老師那個位置跟大小 沒關係 等一下補就好了 怎麼補喔 還記得吧 我記得我們之前 另外一個範例裡面有講到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喔 那如果沒印象也沒關係 我來看喔 接下來錄製的那個聚集在 美元折線圖 在聚集的清單裡面有 你可以編輯一下 它會跳到哪裡呢 跳到Videobase這邊來 那其實真的就兩行程式 那這兩行程式喔 RUN的話 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啦 它一樣會RUN到哪裡 RUN到這邊來 可是你說老師我的位置不是在這裡耶 我不要放這裡 我希望放哪裡呢 我希望放在M1這個 M1的它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這一條線 跟它上面這一條線的這個交匯的地方喔 我希望從這邊幫我放喔 那這個敘述什麼 敘述很簡單 主要就是可以透過什麼 AdChart2這個方法有沒有 這個被他們根本有印象喔 後面這個兩個參數就是它的折線圖 就是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就是這兩個參數 那你逗點之後的話呢 就跟他講說 幫我畫在哪個位置的坐標 所以接下來給兩個參數 哪一個水平方向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圖放在那個M1 所以你打一個RangeM1 這個物件 點後面加一個什麼 打錯了 難怪點沒反應 RangeM1有沒有 你再點一下 它會有一堆的那個方法 跟屬性讓你選 那其中的話呢 它的儲存格的左邊那一條線叫Laps 所以你打一個Laps就可以 它的這個地方 所以將來圖就會幫你把它放在這邊 對齊這一條線喔 那上面這個位置的話呢 就是它的Top 所以你在逗點 然後直接拿這個RangeM1 複製過來好了 我習慣按個Ctrl鍵就複製 然後點的嘛 點Top的 OK 那意思是說呢 你看我的垂直位置呢 幫我對齊這個儲存格的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喔 剛好就是這個位置喔 有沒有 M1 的這個地方 圖就放在這裡啦 OK 這樣寫完之後 多兩個參數而已喔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圖就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 蠻簡單的喔 就加兩個東西啦 就加這兩個東西 有沒有 Laps跟Top 指的就是 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它的寬跟高 那寬的話 我希望有10個欄位寬 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喔 你逗點 在以M1為 它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參考基準 我希望呢 它的寬度喔 點Whees 寬的話在 M1裡面有一個屬性叫 Whees W-I-D-T-H 那可是 如果你跟M1一樣寬的話 那變太小 所以我乘以10 10個欄寬 OK 執行 你會發現喔 它會畫出一個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就會是10個欄寬的一個圖了 10欄 有沒有 剛好到V啦 OK 10欄寬 那列高的話呢 再來 豆點 跟這個Range M1一樣的高 所以呢 這個地方喔 一樣就是 Range M1點 高度 叫做height 老師 請問10號的前面是誰有符號 那個星號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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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不對 8那個地方 或者你那個鍵盤 有沒有 那個右邊 右邊鍵盤 右邊算過來 第二排 第二個 那個星號也可以 那就是 乘號的意思 對 然後呢 這個是高度的話height 乘 乘上10 OK 那意思是說 10裂高 10 這個 這個有點太過去了 我拉過來一點點 OK 10欄寬 10裂高 OK 好 那這樣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 幫我把它畫一個 我希望它的一個大小 有沒有 這個 把這個先delete掉 因為這個太多個圖了 好吧 把舊的先刪掉 好 那最後我來看一下 是不是10個列 10欄寬 10裂高 看一下 那最後的結果應該是 M到V 10個 沒錯 然後 這個第一列到第10列 也沒錯 有沒有 第10列到這裡 欸 對 OK 所以它位置 坐標在這邊 然後 寬跟高在這邊 所以以後啦 你要畫圖其實蠻簡單 先錄製一個你要的圖 然後後面 補上 總共有四個參數 那四個參數還記得吧 Lapt 有沒有 跟Tap 還有Vis 還有Height 也就是透過 屬性 去抓那個 它的相關的 這個資料 然後呢 到這邊 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有沒有 10倍就乘10 不就好了 OK 應該其他 反正大概是這樣的方式啦 當然你也可以做變化 你說老師 那我不用 不要用M1 我用其他儲存格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只是拿一個當基準 當然你不要找一個很奇怪的儲存格 來當基準就好了 不然的話找自己麻煩 人家變得很奇怪 請問老師為什麼他位置都不太一樣 或者他的寬度怪怪的 那當然就一定會發生問題啦 OK 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畫 美元畫完了 那接下來 當然下一個欄為什麼 人民幣則限圖 有沒有 人民幣則限圖 那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要再錄製 其實不用錄啊 為什麼 因為其實把這個程式拿來複製貼不就好了 老師 我是想問 為什麼 底一行跟底二行 我們如映的時候可以刪掉 那個 為什麼 我們剛剛如映的時候那個矩子 OK 先試一下 下一個就等下 再來看那個全部折現圖怎麼繪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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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